皇后娘娘 乃是后宫之首 手握治理后宫的大权 今日 皇后娘娘对媚娘的垂讯 合乎礼法 说得对呀 媚娘 只要在这太极宫里一天 便应该 以皇后为范 客气巡礼 圣旨到 陛下有旨 请五太妃到甘露殿一叙 媚娘领旨 既已探望过太妃娘娘 本宫就先回去了 谢皇后娘娘 那既然如此 本宫也先告辞了 五太妃 王公公 怎么样 这么久没见了 别来无恙吧 哎呦 老五太妃记过 老奴好着呢 只是 只是偶尔想起先皇 哦 对了 陛下还等着呢 五太妃请吧 五太妃请 五太妃请看 都然文大唐智者如云 云 可为我北墨挑选一朵最美的菊花 我来 不过就是挑一朵花而已 那样有何难 如意 你相信朕吗 信只是花精太软 马速太快 别怕 跑吧 大唐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此女如何称呼啊 柔情辍泰 柔情辍泰 媚语言 媚语言 这就是我大唐的女子 五妹娘 五妹娘 你随高阳入房府的那段时间 父皇总是像讲故事一样地说起你们的往事 每日 每日让我编进戏里拍给她看 如今你回来了 我还记得 她特别想找个机会 与你一起看皮影戏 所以 我跟高阳妹妹 陛下 别说了 别说了 陛下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媚娘先告退 媚娘 好 九哥 我不明白 感叶四年晚的烟花 明明是你安排的 父皇也从未看过这一出皮影戏 你为什么 要说这些话来骗媚娘 如果父皇与媚娘的感情 与媚娘是一场美梦 朕宁可好好守护这个梦 让她不要醒来 来 丹思不羡 孤长难鸣 若无剑舞相助 怎算的蓝陵王 陛下 当初 我每一夜在此点亮这些功能时 长存了个念想 怕你能在这七十二盏功能 皆被点亮之前 出现在我面前 如今成清点 一切如旧 可惜已物是人非 当年的那些妄念 如今 却是想都不敢想了 我会想要做的事 这些妄念 都不敢想要做的事 我会想要做的事 好 魏娘 果然是你 陛下 快走 这些人都是来做什么 王爷无需放在心上 只是一些墙头草罢了 他们以为王爷此番回来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因此早早便携了重礼 来府上候着 想要见上王爷一面 谁知道 听到长孙无忌反对的消息后 就纷纷做鸟兽散 势力小人 他们在朝堂上做事 怎么能没有几分眼色呢 要不然违法生存 无需解怀 王爷 方一爱 邪虚万彻 及柴令武 参见吴王殿下 自家兄弟 不必客气 你们怎么来了 我等听说王爷归来 都是喜不自胜 是啊 专程带来西域佳酿 与王爷共饮 三位还是回吧 不要让领克 耽误了大家的前程 王爷 您是有所不知啊 我们几个只懂行军打仗的笨蛋 以前均与魏王私交甚度 到如今便是吕受排挤 只能靠两个闲职打发日子 与王爷您哪 是半斤八两 一样被那长孙大人嫌弃 是啊 我等已如同废人 对 草丘没有什么虔诚可言了 正好 可以与王爷共饮 好 既然大家不嫌弃李克 那咱们今晚就 一醉方兄 五醉无归 走 走 走走 今天喝酒了 谁也不许偷电子滑 对 尤其是万彻 媚娘 刚刚是朕的过错 朕不应该 擅自做主 惹你出井上井 陛下言重了 是媚娘失礼 还望陛下原谅 宫中那许多地方你都没去 为何却来了这澄清殿 也许 是想找回一些往昔的回忆吧 陛下呢 为何也来到这澄清殿 其实也没什么 朕 初登帝位 难免会碰到一些心烦的事情 有天晚上 我烦闷之下 信部在宫中游荡 不知不觉 就来到这澄清殿 我忽然想起 你也曾夜夜守在此处 把这里的每一盏宫灯 都点亮 便走进殿里 一样画红络地照做 不知道为什么 当这里所有的宫灯 一盏 一盏地亮起来的时候 我的心 也渐渐平复下来 后来 便成了个习惯 那今夜呢 今夜陛下又有何心事 没什么 可是因为 长孙大人 不允许吴王殿下留在长安 若安都已经告诉我了 其实 朕已经想到应对之策 只不过需要时间 是吗 是吗 那正好啊 媚娘也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不知道 与陛下所想 是否一致 寒门雪氏 没错 如今朝中重臣 多半都出身于关笼氏族 他们为舅舅马首是瞻 这些人忠心的 是他们的家族 他们的姓氏 却非我礼堂 没错 而那些寒门出身的子弟 却会被这些 关笼氏族所瞧不起 除了效忠陛下之外 他们绝无出路 若是能拉拢壮大他们 陛下便可以解决在朝廷之中 无亲信可用的困局 像崇仙馆直学是李义甫 这个人 在关笼氏族的眼里 便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有才无德 为了功名利禄 可以不择手段 而且因其出身 一直被打压 陛下若是肯给他 向上爬的机会 我想 纵然是刀山火海 这个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只是三哥之事 明日 我会再去说服舅舅 长孙大人是没有办法说服的 陛下就不要再费口舌了 恕我直言 陛下对长孙大人 遵循的是长幼之道 企图以心换心 以礼服人 虽然高尚 但是在媚娘看来 却毫无半点用处 那如你所言 我该如何与舅舅相处 君臣之道 帝王之术 陛下 你不妨想一想 先帝 是如何与这些大臣相处的 除了情深义重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别的 我明白了 父皇 驾崩之前 就曾找借口 把礼姬将军 贬住长安 其实 是为了让我日后去提拔他 让我获得他的忠诚 和他的感激 没错 若是想将奴王殿下留在长安 这种手段 想必是有效的 媚娘 你这些建议 似乎已经过深思熟虑 绝非信口而言 你为什么会考虑这些问题呢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在我心里 永远都记着 那个当年在夜庭 手里拿着傀儡 满脸委屈的小家伙 我在这宫里 不会待得太久了 在临走之前 我是不是总该为你做点什么的 这是个承诺吗 承诺往往是谎言的开始 我不想让你失望 只能说 尽力而为吧 或许你可以留下 继续告诉朕日后该怎么做 记得当年藏书阁吗 若非是你 一番教导 也许朕今日 也想不到这些应对之策 如今对媚娘而言 唯一的念想 便是生下这腹中的孩子 母子平平安安 不要再惹是非了 我会尽快想出具体的对策 帮陛下 把乌王殿下留在长安 我会尽快想出具体的对策 我会尽快想出具体的对策 帮陛下 把乌王殿下留在长安 女主武士 灭汤之说 虽属妄言 仍不能听之认之 朕驾崩之后 若媚娘怀无子嗣 无论男女 且处置 媚娘 不必了 你已经为我指明了方向 你已经为我指明了方向 这就足够了 我早不是那个小孩子了 自己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 叶异深了 早些休息吧 嗯 陛下 子时将至该歇息了 传臣执意 宣许敬宗 礼衣服入宫 是陛下 这就喝完了 我们干了碗里的酒 干了 干王爷 干 来 哎 哎 宣执 你怎么不喝 我真得 我真得喝不下了 赶紧喝 喝不下了 喝 好 依爱好 依爱 你跟高阳可还好 王爷 您得听我说啊 如今依爱 一门心思说高阳公主 我自己说 好 你说 高阳公主现在 允许我在她房间 带上半炷香的时间了 听见了吧 半炷香 半炷香的时间 我上个盲房都不够 王爷 秦权 你快去 把我从安州带来的好酒 拿给我的兄弟们喝 快去 王爷 不可再喝了 让你去你就去 父亲大人 果然不出您所料 那房依爱和薛安车等人 确实去了吴王府 派人继续盯着他们就是 是 这么晚了 父亲为什么还不歇息 睡不着啊 这几天 我不安心呢 是因为李济要回来了 还是因为吴王 难道 是因为五妹娘 又重新回到宫里了 父亲大人不会还记刮着 女主武士的预言吧 父亲大人 真的是五妹娘啊 与女主武士的预言无关 但为父实在是担心 如若五妹娘常居于宫中 会胜出祸断 既然与预言无关 那会有什么祸断啊 会险当今陛下与不孝 乱了轮肠 你可知道 你这一走 太极殿上四品官员以上 再无一个是东宫就辰 臣辜负陛下龙恩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起来吧 臣不敢 知错能改 便并非无可救药 朕有心给你一个机会 若能做到 待此事风头过后 也许能再回长安城 陛下龙恩浩荡 臣粉身碎骨衣不能报 不知陛下 让臣做什么 朕 朕需要一颗人头 朕 臣李义甫叩见陛下 为何不孝呢 陛下 说什么 这上面写着 你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以柔害物 人称礼貌 今天 却为何不孝啊 回禀陛下 微臣是因为 从未离天子如此之近 一时心切 忘了该孝了 好 好 懂得什么时候说老实话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朕喜欢聪明人 可是 好似很多人 对你风评不佳呀 他们说 你是个小人 回陛下 微臣确实小人 但微臣认为 于陛下而言 忠心的小人 比那些难以驾驭的君子 更有作用 空口白言 可不能证明你的忠心 陛下 微臣出身贫贱 在那些门阀士族眼中 便是猪狗一般的存在 可微臣偏偏又有一颗 不甘于此的雄心 为了飞黄腾达 唯有誓死效忠陛下 且先帝驾崩之前 微臣曾不自量力 得作过长孙大人 故此再没有其他出路 微臣 唯有对陛下忠心不耳 好 起来 谢陛下 朕就给你一次机会 朕需要你 在半个月内 搜集一位古宫重臣 行为不当的罪证 一定要真凭实据 板上钉钉的铁证 然后在早朝的时候 当众呈上来 不知是哪位公骨重臣呢 李毅福 此人向来围观清廉 你可有把握 李毅福 此人向来围观清廉 你可有把握 好 陛下放心 此人既然大半生在浣海中沉浮 就算他没被染目 也不可能是纯白 微臣一定能找到他的罪证 如此便好 朕等着你的好消息便是 是 微臣告退 记着 半个月 是 帝王叔 帝王叔 王德 陛下有何吩咐 自明日起 把御书房内所有批阅过的奏书 都给妹娘抄一份送去 老奴遵旨 陛下 怎么了 ,来人 快 陛下,陛下 你看 又头疼了 你还是听老奴的 宣太医看一下 陛下 师宁啊 老夫 敬你一杯 谢大人 马上便是早朝了 师宁特来拜别大人 师宁 一切便托付于你了 大人哪里话 师宁一直盼着 能为大人效力 能得今日这般良机 乃是师宁的福分 大人 告辞了 师宁 请 乃 请 请 不 请 请 停 通关闻碟 车上是何人 下车接受检查 卑职恭迎大将军 回到长安 快去通知陛下 就说李继大将军回来了 是 姐姐 休息一会儿吧 该喝药了 李继甫大人又递了条子来 说是盼能见姐姐一面 以谢姐姐的举荐之恩 你告诉他 我是不会见他的 让他安心替陛下办事吧 另外再嘱咐他一句 别再存着 攀附后庭的心思了 是 姐姐 太医已经说过了 您近日气血不足 需得多休息 而且 若是再耗心耗神的话 就算喝再多的安胎药 也还是会影响腹中的孩子 况且 这些奏书 既然陛下已经批过了 您又何必 再细细地看一遍呢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朝中的局势 这样才能在离开之前 多帮一些陛下 看这点东西算什么呀 一点也不累 先下去吧 是 是 王爷 秦玄 启离王爷 李济将军回来了 半个时针前刚刚回城 陛下说 要清凌城门迎他回城的 怎么就悄无声息地回来了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防疫爱大人在边防军中有朋友 是他命人送来的消息 定是李将军不想一回来 便过分招摇 王爷 正值早朝 除了咱们 没人知道李将军已经回来了 快便吧 是 启离陛下 左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裂之灾 晋州尤为严重 死者已遇两百 伤者过千 传阵旨意 对于吴家可贵之灾民 开关设 关仓 已使其住有所居 食有所养 死难者家属 皆赐捐三匹 晋州可免去赴税摇役一年 还有 由监察院派出三名监察御史 赴河东灾区巡视 凡有官员 趁赈灾贪赃亡罚者 力战无赦 微臣带河东百姓 写陛下轮 有本起奏 无事退朝 陛下 臣有奏 臣重贤管直学室李义甫请奏 李卿 请说 陛下 微臣斗胆 弹劾一名高高在上的朝廷公骨重臣 此人空腹廉洁盛名 携事压价 强买土地 以低于市价六成的价格 收购长安西郊 近白请土地 陛下明明早有旨意 官员禁止携事夺取百姓永夜田 此宫自行吞并 视国法为废旨 陈青 一履严惩 李卿 你所弹劾的 到底是谁 此宫自行吞并 视国法为废旨 陈青 一履严惩 李卿 你所弹劾的 到底是谁 便是当朝辅政大臣 中书令 储岁良 陛下 臣罪该万死 这礼衣服 怕是不想活了 那可不好说 这礼貌又怎么会做诗本的买卖 储卿 你此番着实让朕失望 陛下 储大人 一向连结奉公 魏国公 你的意思是 李义府是诬告吗 这 微臣 都不敢妄下乱断 储卿 李义府所述 可是事实 臣 无话可说 但凭陛下责罚 既然已知错 念在您往昔劳苦功高的份上 隔去中书令之职 远到同舟 好好当个刺使吧 陛下人数 谢陛下龙恩 李义府 你身居卑微 又能忠言直戒 朕 很欣慰 特任中书摄人 加红文馆学士 谢陛下龙恩 不知诸位倾家 可还有事要奏 臣请奏 臣门下省典仪 鲁世宁 也要弹劾一身居高位之重臣 鲁世宁 你所弹劾的是谁 当朝三宫之首 太位长孙无忌 此宫辜负先帝嘱托 身为顾命大臣 却暗藏布臣之心 企图驾空陛下 独揽朝政 名为辅佐 实为谋逆 鲁世宁 你弟子是 长孙大人 犯的是谋反之罪 正是 微臣有证据 来人 把鲁世宁即刻问斩 陛下 臣所言句句属实 陛下 陛下 冤枉啊 陛下 长孙无忌不杀 离堂射击威仪 陛下 陛下 冤枉啊 若无长孙大人 清尽一生 尽心辅佐 便无今日的大唐江山 若再有人 胆敢质疑他的忠心 妄图构陷挑拨 下场 便如鲁世宁一样 今日便议到这儿 退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desenvol并望 便如鲁世宁 扬唤 他 和OY 这是御膳房专门喂我制的点心 想吃的话就过来陪我练剑 你给我缓爽 我没有缓爽啊 把剑给我 站住 让我好好打一顿我就饶了你 要不然我就告诉我娘 说你欺负我 让她把你娘换到夜亭里去 别 别 跪下 跪啊 不跪 跪下 我不跪 住手 跪下 不跪 住手 你这孩子也太欺负人了 你是谁敢来管我 不管是谁也不能仗势欺人 把这还给我 把这还给我 听话 放手 好啊你 小东西 过来 过来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打你小屁 你干嘛打我 你娘不好好教你是不是 你娘不教你我教你 打 打屁股 知不知道错 放开我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过来 你穿着皇子的衣服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今天打你就是想好好告诉你 不管你身份有多尊贵 都不可以随便欺负人 知不知道 你等着 好 怎么样 疼不疼 来 跟我走 这ahren试色 说 想非常尊败